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风起洛阳台词炸了 演技的成长有目共睹 看过风起洛阳的观众都未知着迷 不仅剧情精彩分成 演员精湛的演技更是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一刻也不想离开荧幕 每天更新的剧集都不够看 所以一遍遍地看 不愿放过演员的每一次情绪变化 每一条短线都成为了观众第二刷的焦点 作为主演之一的王一博 凭借自身的流量光环和超高的关注度 在剧中的表现备受关注 不少观众看完后惊喜地发现 王一博的台词和表情管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果然 筷子没有白咬 努力也没有白费 白李红毅没有联方 没有内视 社会上没有人帮他打听消息 宫里也没有人照顾他 无奈的他只有他自己 怀着一颗复仇的心和一个非常聪明的头脑 他一直在探索真相 其实 没有人真正理解白李红毅失去父亲的痛苦 只有作为演员的王一博 才能真正理解他 从心底里理解他 所以他从白李红毅的角度出发 把这一切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王一博天生的同理心 让白李红毅这个角色站了起来 让观众跟着剧情走 完全没有觉得他是王一博 他就是白李红毅 关于白李红毅这个角色 可以说王一博的权势非常好 一言一行都非常贴近人物 白李红毅是一个有自己独到见解 有自己见解的人 虽然智商和天赋都比较高 但人性和事故 他有点害羞 在经历了父亲在婚礼当天意外去世的家庭变迁后 他继续成长 从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 白李红毅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看似鲁莽 实则充满了不甘依赖他人的独立意识 以及年轻人的勇敢无畏精神 演技和台词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 白李二郎的形象在王一博的演绎下一直是立体立体的 台词方面 王一博让观众看到 努力就会有回报 原声台词发音标准 逻辑口音准确表达 复杂情绪准确呈现 说话的自如和节奏最新一 集中白李二郎看到 父亲的仇人已经被压抑了 瞬间闸开 生气却又不得不忍 尤其是那一滴眼泪 绝对 从之前的剧情介绍和播出的剧集来看 王一博与饰演白李红一的白李红一有很多相似之处 嫁给舅舅亲娘的时候 直言不说谎 也很害怕对黑暗和动手能力强等 其实白李红一是成长中的角色 王一博也是成长中的演员 在每一集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王一博和白李红一在不同的时空都在进步 虽然和前辈们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并不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但相信一博和白李红一会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有人不明白为什么王一博经常被搜索洛阳峰 他的演技和爆发力应该被称赞为演员吗 同组的其他演员演得好吗 是的 正是因为其他演员的优秀 王一博变强了当演员 王一博作为一个非专业出身 同时也兼顾其他作品的年轻演员 能与同台专业演员的能力相得一张 适当的表扬是对他努力的肯定 如果你觉得不应该 那谢谢你 这说明观众对他的期望更高了 这会鼓励他继续努力 不断上升 直到观众认出他的那一天 世界上99%以上的人 在他们的领域发展缓慢 经过时间的打磨和积累经验 我们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专业 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个人 年轻勤奋 谦虚而不骄傲 相信到时候他会给大家带来比想象中更多的惊喜 也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